Peter Sir,我的水晶是真的或假的? 好的,我先幫你看看 第一條是真的 第二條是不在我買的 你自己想想 你手上是否一條水龍珠呢? 但又不懂怎樣使用 快點來我Peter Sir的工作室 報水龍珠是使用秘技課程 無論你的水龍珠在哪裏 都可以報這個班 快點來報名吧 哪裏有時候買的? 對,我兩位美女 不要緊 哇,好像這間店一樣 很多很多 很多水晶 你應該存在不少了 對吧? 這條是甚麼? 你問我 是否青金石? 我想跟你再說一說 這條很像的 青金石的分別 我拿起你就像 記得嗎? 青金石是比較實 而這個是藍金石 它是比較透 兩者 難怪你會問我 為甚麼? 它都是帶了一些白色的霧 看到嗎? 但記得 青金石是比較實 而這個是比較透 類似波子的透 感到的感覺 有少許不同 那好了 青金石,不如你講一下 我有甚麼時間 帶你甚麼水晶 可以嗎? 好,當然可以 是你的 Francis 你這麼多水晶 我發覺有一樣東西 剛才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你是有幾集的 我講一下你 這些集中的 好,這個是610 610 610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我是最喜歡的 我人生第一條的610 就是它610是幫到事 最近我聽你說過 你好像想玩些小生意 610最好 為甚麼? 幫助你的事業達成 為甚麼呢? 它綠色裏面是身身不適 好像一些樹 花草樹木那樣 你可以想說說 如果你610再配一些天鐵 因為天鐵是可以幫助你另一條去升級的 所以你這樣配搭呢? 你的能量牆會加強一點 好了 如果或者是 例如粉晶 你如果想跟愛情有關 或者人際關係有關 好了 那你就可以帶這個粉晶 這個應該是類似一些 星光粉晶那類的 你帶這個 再加一些或者這個 屬性都一樣的 甚至乎你可以加這個彩色的水龍珠 因為水龍珠 是可以升級你另一條的水晶 這樣大約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 最近肚子可能會不太舒服 好了 我建議帶這個石榴石 石榴石 我聽到很多女士講到它們有很多好處 因為它好像吃了很多紅棗 它可以補血 如果女性的問題 肚子痛的時候 帶著這個可以緩解你的痛楚 好了 如果你譬如事業 你跟別人合作的話 好了 子王晶 我有講過的 你是可以 怎麼說 跟合作關係的朋友 更加的能量 更加的順暢 更加的順利 好了 如果你是跟賭博有關 跟編才有關 當然是黃色的 黃色的水龍珠 是非常之好 甚至乎你想 哇厲害的 那你就配搭這個彩色的 彩色的 什麼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加強 再想強一點 也可以 加上這個超汁 哇 就不能輸了 你是肯定的贏了幾條 我這麼多水晶手鏈 那有些呢 其實我是不帶的 就是很久都沒有帶 那我應該怎樣 recycle 我們應該如果不要的時候 我們就合掌 感謝你 幫了我很多很多 跟著呢 我們就將它 裏面的橡筋 剪了它 如果你去開碼頭 或者去坐船 在中途 好了 就將它 丟到海 丟到海 那就 回歸大地 又或者你去行山 在一些不影響情況之下 將它埋在泥土裡面 那也都可以 我們叫做回歸大地 大家知道嗎 其實冥想已經是一件很common的事來的 連google office 裡面都設有冥想室 主要是給員工幫助他清空的腦袋 增強他的power 能量 提升工作效率 好了 Peter Sir呢 十月份是會有靜心冥想課程 你學了之後呢 就可以提升效率 好easy的 如果你想聰明一點的話 快點來報名吧